暑假期间许多游客都会造访路野高台来看热气球活动 而警方为民服务都会在高台设置机动派出所维持秩序 协助民众处理各种疑难杂症 当然也进行了青春专案的各种宣导活动 来提供民众更优质的服务内容 游客在暑假造访路野高台看热气球 场地的一角也有辛苦的警察在此色滩 除了服务民众之外 暑期也是青少年朋友容易接触各种危害的时期 警方也结合青春专案进行有奖征达及各项宣导活动 这次配合台中县政府在路野高台举办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 现场有数十万游客参加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到现场的设点 然后举办游奖争达我们奖品十分丰富 然后希望让民众能够多多参与 然后了解我们暑假保护青少年 以及那个青春专案的我们各项宣导的那个重点 然后希望那个青少年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 检方在路野高台设置摊位也代表服务民众的热忱 让民众感受到最及时最贴心的服务 记得派俊维路野向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亚统 中文字幕——YK